我们都祝您晚上好 因为这样的好天气 就是让人心情愉悦 我是王涛 我身边的导导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著名的足球解释员苏董老师 有一场小组赛的争夺将在这里进行 对阵双方分别是中国女足和瑞典女足 这两支球队小组节目战都拿到了开门红 今天就要来比一比到底谁更红了 好挑战 机会来了 咱们示意这是一个脚球 比酒又出了底线还是脚球 现场讲断了 这会是个机会吗 看台上一片高呼希望他直接射门 观众一直在喊啊让他射门啊 他索性真的就来了一脚 可惜差了一点 真听话 但是得说还是很精彩啊 这儿 克斯瓦雷阿斯拉尼 洛尔福 甩开的放手队员 这是斯蒂娜 布莱克斯的扭四 阿斯拉尼 对手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已经领先了 他这横梁入网 漂亮漂亮 门将对这个球也无能为力了 比方现在变成了一比零 王双 传给了王珊珊 一脚铲球把球抢了回来 对方的进攻就此作罢 克斯瓦雷阿斯拉尼 他们呈现了一波精彩的连传 这是存心打咱们解说的脸啊 对手拿到了球选 他还在继续盘待 同时也在观察队友的走位 这球被门降扑到了 这样的投球都能扑出来 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角球飞向了进区中间 没能创造出机会 双妹子往上拿球 罗嘉慧 相当精彩的远射 不过被门将终结了 防守队员化解了这次威胁 对方前锋的前场反抢非常凶猛 门将现在出不了球 很急啊 来 再继续待球 罗嘉慧 顶级的防守啊 这也能让人看得是心旷神一样 绝佳的反击机会 这个残球的位置非常好啊 结果也很不错 稍微偏了一点 队友拿不到啊 接外球 他的这次拦截啊 及时阻止了对手 在几方禁区内搞风搞雨啊 他提前预判到了 对手可能的传球路线 这球传得真是莫名其妙啊 斯蒂娜·布拉克斯·特纽斯 想打一个防线身后 边才举起这球越位 他领会到队友的意图 可惜啊 就是跑得早了一点 上厅补十一分钟 上半场比赛结束 双方进入更衣室 稍试休息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 场上比分领先的是瑞典女足 洛尔福 现在是阿斯拉尼拿球 斯蒂娜·布拉克斯·特纽斯 这次攻门距离球门很近 但进攻队员的动作完成度不高 就没什么威胁 直接被门将轻松得到了 这种球对门将来说够不成什么考验 他断送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是 直接打门 双方回到平局 由总衡量下方飞进球门 门将是边长莫及啊 这个高度很难掌控哦 的确 比分被扳平成了一笔 他又把球铲了回来 脚下活非常细啊 往双 打门了 球打中衡量转后又弹回到了场上 机会还在 这次没能攻进去 可惜 太可惜 他们这周还是没能凭借这个球取得领先优势 也许是盛门队员太过于追求角度 但我们也不能拿这个球去苛责他呀 哦 先看这球 球进了 他们再一次取得了领先 这个进球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这脚极具穿透力的传球 我们通过回放再来欣赏一下 接下来这脚打门更是精彩 角度加力量足门将回天法术 比方被改写成了2比1 斯蒂娜布拉克斯特纽斯 洛尔福 我不得不说啊 这波传球非常漂亮 扳平比分的好机会 伯夫中望将双方拉回了同一起跑线 球一直就在他们进去内 他们花了这么长的时间都没能消除威胁 当然最终会付出代价的 比分被改写成了2比2 比赛时间20分钟倒计时开始 斯蒂娜布拉克斯特纽斯 他还在继续带球往对方球门推进 球被铲出界了 对方来抛界外球 他们决定现在做出换人调整 摇尾 唐佳丽 双妹子往上拿球 防守方成功解围 林达 正在拿球 等待队友的跑位和拉扯 阿斯烦尼 打破平均的机会 他们这次在边路传出了一角 质量非常高的传中球 在这种距离攻门 他绝对不会出现失误 他们现在请求换人 就在大家以为要以平局收场的时候 终于有人站出来打破比分了 没错 这就很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胜负啊 机会决定性的一球来了 张瑞 对手的这次进攻就到此为止了 反击的时候到了 漂亮的直策 布莱克斯的纽斯在跑位 好球啊 他们不但打破了僵局 还很快 就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两个球 双方目前战成了4比2 这分的机会啊 好的 他们成功扳回一球 但是时间也所剩无几了 比赛会怎么发展呢 时间不多了 他们需要再进一球才能扳平 我们会看到奇迹吗 两支球队为我们上演了一场进攻大战 比赛还在进行有两分钟的上停补时 林达赛姆布兰特 打一路代球向前推进 进区内滑铲 在进区内稍微控制不好 就要惹上大麻烦 全场比赛结束